大家好,我是 Chartreader Cup 联储局在这个星期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 公布了Tapering 即是减少买债的路线图 今次会谈谈当中的要点 另外亦会谈谈今年一直困扰市场 每一项都有机会引发股灾的四个因素 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因素 大家要留意本影片的内容 是纯粹经验分享和教学的用途 并非投资建议 大家要小心求证 衡量风险才好投资 这一幅是美股总体股票代表 罗素3000指数的图表 在2021年 虽然我们偶尔会调整到50天线附近的状态 但它大致上都是保持45度角上升 累创新高 但是在这个创新高的过程之中 归纳四个令人非常担心的股灾因素 一直纏绕着这个市场 我今次会逐一跟大家看一下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一类影片 记得给个like和share 最重要不要忘记subscribe和按旁边的小铃 越多人like越多人subscribe 我就愈有动力作为同类的影片 第一个股灾的因素是大市泡沫 上年年底 开始定时都有人走出来说 美股大市的价格是非常高 有人甚至说 纳斯达克指数比科网泡沫时代的股值更加疯狂 这幅图我们甚至看到一个并非浪得虚名的高盛女股神 罕有发出见顶警号 还说美股恐怕会暴射五成 算了吧 难我不到 我并卖浪得虚名 其实我穿着这双鞋 都是一个风洞 最多人提出的是 用share PE 或者 CAPE 为美股大市做估值 他们说share PE 是异常地高 是古装的先兆 这方面我在9月初的时候的影片已经解释过 下一个 The Great Humiliator TGH 的目标 就是Valuation 即是市场估值的问题 这幅图很多人会很熟悉 它在说标普500 Shiller PE 又叫做 CAPE Cyclic Coley Adjusted Price to Earning Ratio 简单来说 它是根据通胀调节 10年平均标普500指数盈利的移动平均值 然后再将这个数值 随以价格计出来的标普500市盈率 目前这个大市的 Shiller PE 即 CAPE 是自科网泡沫以来最高的位置 所以就有很多评论人会显示这样的图 告诉你现在都有很厉害的泡沫 市场不正常了 你准备好鼓栽了吗 这个 Shiller PE 过高的问题 又去年年底提到现在 而去年年底这个时候 我跟大家说什么呢 我就是跟大家说 Santa Claus Rally 当时升得很开心 Cent Fisher 在去年6月已经赞文 说了用 PE 即市盈率 来测试和操作 Is the time-tested path to lousy returns 即是这个方法在经历过时间证明 是令你保持回报差的方法 不论过去市盈率 未来市盈率 或者 CAPE 都是一样 过去146年 去到2019年 历史告诉你 市盈率 即 PE 是完全无法预测股市的走势 Cent Fisher 做了统计学演算 R² 发现两者是并无关系 2009年标普500的 PE 都是计DOT COM CRASH 以来最高 但是股市表现是极佳 而所谓高估值的当年 是历史以来最长牛市的开端 这里的 learning point 是 就敢目测或者想当然的关系 表面上好像头头是道 但是用统计学来测试或者验证 其实就未必有任何关系 所以小心求证 是避免误导的最好方法 第二个古猪的因素是市宽窄 最多人用的指标 是50天线或者200天线上的股票比例 这个评论栏目的名字叫基金智慧 评论是在2021年7月20日 他说50天200天线上的股票比例 出奇地低 他说股市升势不能持续 是一个警号 要非常警惕 当时真的很多人发出类似的警告 Good to have you with us What caused you to short the market on September 13th or short the S&P? Well, the way stocks have been acting and there was a lack of participation we saw a big divergence between how stocks were acting beneath the surface and the indexes sort of mask that so you had the Nasdaq moving up but it was moving up on less and less names that were above their long-term moving average in particular the 200-day moving average you had the Nasdaq well above the 200-day but the percentage of stocks that were above the 200-day were well below 50% You're back almost to closing that position out Did you make money on it? That's why 7月24日我出了这段片 虽然这个指标真的有警觉性 但提醒大家 不要因为单一指标走去清晒仓 这幅是美国总体股票代表 罗素3000指数的图表 这里显示了50天线上的股票比例 大家看到7月的时候 股票在50天线上的股票比例出奇地低 即是市宽很窄 整个指数只靠一些大型股撑住 配合一个不太深的整股 令很多人以为股灾章置 结果股市再创新高 市宽最后改善 50天线上的股票比例上升 成年来说 指数都是回调到50天线就回升 非常稳定地45度角地上升 关于50天线上的股票比例的概念 大家不明白的话 可以看之前这条影片 连结我放在下面 这是罗素1000Ecoweight的ETF 即是美国市场 头1000只大市值的股票 不分轻重 众生平等地计算出来的指数ETF 这就撇除了某些权重股 影响指数的情况 最近这个指数ETF 和市宽同步创新高 它其实在7月中和8月中都有调整 调整到30周线附近就反弹 7月中的跌幅是7.3%左右 标普500Ecoweight都是创新高 所以我在之前的影片多番强调 任何指标都不应该单独使用 我频道的会员都知道 我一直主张是要提高警觉 但不要胡乱清仓 有Profit和有Setup都take 做下做下一个Equity curve 自然就根据大市创新高 所以如果要我选几幅Cherry Pick Chart 去指出50天线或200天线上的股票比例 和大市指数背驰 就是古猪的先兆 就像这幅图一样 其实不难 这部分是坊间很多教投资的人都做到的 而这个位置就是我之前所说的TGH 它间中都要比你适合那个位置 如果用Inductive Reasoning 用单一指标就归纳出结论 将整件事过份简化 并且全面行动的话 就会被市场羞辱 即是会被The Great Humiliator 去Hemiliage 罗素2000指数在FOMC Meeting 前一天突破向上 罗素3000指数的50天线上的股票比例 随着这个小型股罗素2000指数的突破 是反而追上大市 回复回到7成以上的健康比例的水平 即是不是传统解读所想的 这样 50天线上的股票比例低 指数会下跌追回 而反而反而是50天线上的股票比例 向上升回追回大市 第三个因素是债息曲线平坦了 债息曲线平坦甚至倒挂 是传统的红市指标之一 近月有长期债息跌多于短期债息的现象 令到Yield Curve 变为更加平坦 尤其去到近期更加奇怪 30 年期的债息竟然比起20 年期的国债 还要低 这个情况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心 20 年和30 年的债息倒挂 究竟有什么差异? 老实说其实是不知道的 长远债息差 我真的觉得有重要性是10 年和3 个月的息差 我们在这里看到 目前这个息差 仍然是一个相对高的水平 我们在说红市之前的债息曲线倒挂 情况的Yield Spread 就像我们圈住2019年2020年那时候 10 年和3 个月债息息差的图表 是这个那么奇怪的样子 就不像我们现在的样子 不过即使是2019年那样 其实当年2019年在债息曲线倒挂的时候 股市其实仍然是吹升的 红市要去到2020年才发生 另外就是10 年和2 年期的国债的息差 我们在这里看到 它们是有所下跌 但是只是回到年头的水平 10 年债息的走势 2020 年3 月利率周期见底 以中长线来看这幅周线图 技术走势仍然是呈一个 high highs and high lows 的上升趋势格局 暂时并没有任何改变 关于债息和股市的关系 我在这条影片已经有深入的探讨 连结我放在下面大家可以去看 最后一个股灶的因素是通胀 一个在幅度和时间的长度都超乎预期的通胀 很多人甚至担心这个不单是通胀 甚至是滞涨 滞涨的意思就是经济增长停滞 同时通胀升高 如果有通胀 但是经济在增长 大家的收入一样提升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通胀上升 经济是差的 大家的收入是没有上升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近一季美国的GDP增长数字 回落到COVID之前的2%水平 关于这一点 我在之后说 联储局最近的FOMC会议记录的时候 会再提 好了 现在就说下最近联储局的会议 究竟说了些什么 关于我们对联储局Tapering的预测 我在9月和Max Sir 在上一次Jackson Hole年会的特辑已经提出 相信联储正式宣布缩减扣債 规模会在9月或11月 FOMC委员会发生 政策开始实施 估计应该会在11月或12月 减慢放水的速度 估计在每一个月减150亿 维持8个月 直至2022年年终完成这个 减慢放水的行动 我们联储局之前在COVID时候的旧市 做的事就是将利率减到0 同时每个月买债1200亿 当中800亿是国债 400亿是MBS 即是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即是按揭底押债券 这幅图我在7月的时候 解释联储局操作的时候 是展示出来的 现在我们已经去到这个 开始减少买债的阶段 这个减少买债的行动 坊间的回体叫做收水 但是其实严格来说 说减少买债 其实就是每个月仍在买 只不过买少了 所以严格来说 这个动作是减慢放水 并不是收水 联储局公开市场会议 联储局主席巴威尔的speech 终于正式说了tapering的时间表 在11月稍后的时间开始 速度是分8个月 到明年年终完成停止买债 完全符合市场的预期 这个预期 我之前和Max Sir 在Jackson Hole的一条片 都已经说了 而重要的是 它仍然是保持通胀 是暂时性的wording 即承认通胀是长了 和劲了 但是仍然维持是暂时性的判断 而个会议记录当中提及到 疫苗和供应的问题进展 有助经济增长 就业和减低通胀 并没有任何提早加息的言论 巴威尔一说完 债市和股市即时有反应 这幅是10年债息5分钟图 在当日2点说完话之后 立刻有个波动发生 这幅是标普500指数期货 当日的5分钟图 巴威尔一说完话就抽了上去 刚才说到大家怕通胀劲 通胀又有持续性 联储局说疫苗和供应链的舒缓 会支持经济增长 是很有定经的作用 联储局说话的份量 和坊间一般的评论是完全不同的 我自己觉得滞涨在美国未必会发生 因为我们看一些领先的数字 例如建屋的许可和PMI的数字等等 其实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差 但是在中国这个滞涨可能就已经发生了 原因是GDP增长在这个情况下 官方是说4.9% 官方的数字大幅下跌 但确实是否4.9% 这个4.9%的数字就信者得够了 实际是多少我就不亂猜了 PPI 即是生产物价指数 因为原材料的价格标升 供应的问题等等 PPI 是标高高 标到非常之高 中国的CPI 即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为什么会死低 很大原因是因为政府的价格管制 还有很多其他我们说不到的因素 两样加起来就是滞涨的格局 除了监管的问题 这个滞涨问题 亦都是中国熊市一个重要因素 这个是户心300指数的图表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问题更多 当然熊市就不能幸免了 这一幅是中国内用品 PPI 和美国CPI 的关系 这幅图指出了中国的生产物价高 这个通胀输出了去美国 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和中国的PPI 同步飙升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以Jesse Livermore 的名言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A prudent speculator never argues with the tape 这也就是说 一个审慎的投机者 是从来不会对市场的价格走势 是做无谓的争辩 人的意见会错 但是市场就永不出错 所以不要乱信专家的意见 当然包括我的意见 我都是不鼓励大家乱信的 我是一直主张大家要小心求证 衡量风险才好投资 今年我讲解了Shina PE 没办法预测股市的走势 深入讲解了50天线上股票比例的问题 拆解了今年这个市宽指标 如何这么低的情况 我也深入讲解了债息如何去解读 我在Patreon 也有专属的影片 讲解通胀的问题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加入之后就可以看回 在10月份 我们的会员很多都有不错的回报 我们都不是什么Test Buy 其实我们做仓都算是非常进取 所以我自己的回报都可以跟到大市场的新高 继续跑赢表现非常好 我们敢于去操作 是源于我们有认真求证坊间焦点的看法 我强调我们不是轻视这些看法 相反我们是很重视一些 对于我们自己的操作方向 有可能不理的潜在的意见 我们将这些意见认真去审视 才会有自信掌握到风险 进行确当的操作 应该保守时就保守 应该进取时就进取 认真求证的操作态度 是我这个频道里面极力提倡 如果知识就是力量 认真去求证一些知识 这个就是我们的优势 最后我做过宣传 如果大家对我的交易系统 对于认识技术分析 趋势交易也感到兴趣 我最近有一个Cup Trading Beginns 的课程online 当中会讲解投资美股的基本知识 系统化的技术分析 趋势交易入门的教学 里面会教你除了一些 设计认可这些设计和选拐方法之外 亦会有仓位的管理 交易心理学 分析大使的入门 整个配套学 学完了 大家面对我们今天 刚才讨论的新闻消息 应该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也不会受到人的影响 自己做到判断 做到自己的操作 得到很好的回报 詳情可以去到 www.cuptrading.net 里面可以看到 现在加入PATREON的会员 更加会有特价的优惠 PATREON 的连结我放在下面 优惠期到 11 月 30 日为止 课程是一次性买断的性质 购买之后可以无限期登入和重温 最后也要提一提 近期是美股业绩期的高峰 股价波动, 列口升跌 动点是十几二十个%起跳 是非常惊吓, 如果操作不当 也会为你带来很大的损失 在这个Cup Trading Beginn式的课程里面 也会包含如何应付业绩日的方法 在我的PATREON CUP TRADING PREMIER 频道里面的会员会知道 我们应对业绩公布日的操作系统 是行之有效 是可以为大家度过这段时期的化险为宜 好了, 今天先说到这里 希望影片可以帮到大家 其他更多关于大市和个别股票的评论 和焦点的watch list 将会在PATREON CUP TRADING PREMIER 频道发表 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加入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次再见, 拜拜